底片經由放大氣鏡頭所得到的這個影像 像一盤優質的蛋炒飯一樣 上面的銀粒子都會是粒粒分明 像一盤好的炒飯一樣 它必然是一個粒粒飽滿的那樣的狀態 大家好,歡迎收看市秀頻道 在先前的集數裡面 我們介紹了你在挑選放炸機的時候 關於機器本身上面的一些小細節 你應該要去注意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個小小的裝置 叫做放大機的鏡頭 它使用的時候是連接在放大機的這個位置 它的重要性先從影像形成的過程來講 當燈頭的光線經過底片上面的某一些化學的影像 透過放大機的鏡頭投射到你的相紙上面進行感光 之後再進行一些化學處理的流程 這時候你就會得到一個完美的照片 所以在整個影像生產的這個流程當中呢 放大機的鏡頭是佔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的角色 放大機的鏡頭那麼多 不過我該怎麼樣來挑來用呢 首先我們要先來認識一下放大機鏡頭 該怎麼辨別 放大機鏡頭如同你拍照用的那個鏡頭一樣 它都有膠長上面的一些不一樣的選擇 比如說50mm、75mm、80mm、90mm甚至到150mm 這些資訊其實都會清楚刻在每個鏡頭的前面 那供你去辨別 說到底我該怎麼樣在放大的時候 挑選那個適合的膠長的鏡頭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當你選用35mm相機來拍照的時候 你的相對應用的標準鏡頭的長度是50mm 所以當你要放大35厘米相機的底片的時候 你就要去選擇相應的50mm 這樣子的放大機鏡頭來去撞到你的放大機上面 來方向來使用 那例如如果你今天要放大底片的規格 是6x6這種中型相機所拍到的 那它在拍照的時候 相對應的標準鏡頭膠長是80mm 這個時候你要放大這個底片呢 就必須去選用80mm膠長的放大機鏡頭 放上去來方向 以此類推 當你要用4x5的底片來放大的時候 你當然要選擇 150mm的鏡頭的膠長 來去放在你的放大機底下來方向 總之 選用哪一個放大機鏡頭的膠長呢 是依照著你的底片的規格來去走的 如果你的情況是 我手邊有很多種大大小小不一樣的尺寸的底片 那想當然了 你必須去準備很多不同膠長的放大鏡鏡頭 來個別的對應來使用 放大機的光圈上面有那麼多的檔位 我該選用哪一個來用呢 其實我建議大家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選用中間的那個檔位 或者是最大光圈再縮小兩格到三格的那個檔位 都是比較好的選擇 這是因為這些的選擇都是這個放大鏡鏡頭 在光學品質上面能夠呈現最好的那樣子的情況 放大鏡跟照相機一樣是 中時複製光學訊息的工具 放大鏡鏡頭呢 也應該要151時的把底片上面的一些化學的影像呢 中時的複製 投影在你的感光箱子上面進行感光 也就是說 一顆優秀的放大鏡鏡頭呢 應該是要能夠完美呈現底片上面的任何細節才是 依照這個大的概念呢 我們可以延伸出一個比較實用的方法 來介紹給大家 請你找一個陰天到沙灘去拍照 那你的畫面呢 要充滿了沙灘上面的細紗 這個時候 如果你去檢視你拍回來的這個影像 用放大鏡鏡頭來去放大 去看一下影像的中間以及四周的那個沙力 它那個顆粒的表現 是不是一樣的銳利或者是紮實 如果是 那恭喜你 這個放大鏡鏡頭的光學素質其實是不錯的 底片經由放大鏡鏡頭所得到的這個影像呢 應該是像一盤優質的蛋炒飯一樣 要從畫面的正中央到四框的四個邊角落 一樣的粒粒分明的樣子的情況才是 如果你用高倍率的放大鏡去看 你會發現 上面的銀利子都會是粒粒分明 非常紮實的呈現出來 就像一盤好的炒飯一樣 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一個比較差一點的放大鏡鏡頭 所投映出來的影像 我們一樣用高倍率的放大鏡去檢視 你會發現影像的中間 跟周圍的銀利子的樣子是完全不一樣的 周圍的銀利子所呈現出來會變成一種比較鬆散 比較糊糊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是在稀飯裡面泡了很久 那個米粒的邊緣一樣糊糊的鬆鬆的 這就是好跟壞的非常大的一個差異的地方 那要記得這種邊角鬆散的那樣子的感覺 跟你底片上面影像本身 原本就有的那種景深模糊的那樣子的效果 是完完全全的兩件事情喔 當前還在製作全新的放大鏡鏡頭的廠商 其實會越來越少 這也就是說大家很有機會會去買到選購二手的放大鏡鏡頭 這裡我要特別提出兩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當你在選購這些二手的鏡頭的時候要參考了 第一個就是放大鏡鏡頭裡面的鏡片的鍍膜 必須要完整 第二個就是放大鏡鏡頭 絕對不能夠有嚴重發霉的情況 因為這兩個缺陷都會直接的很明確的影響到你的成像的品質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訂閱加分享